父亲故意问恐龙 凡主你这么多的女 要让你先拿 你为什么不拿大的 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恐龙回头说 我年纪小 应该吃最小的 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接着问 你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恐龙说 我是哥哥 我应该把大的 留给小弟里吃 父亲亲在这个时候 哈哈的笑道 真是一个好孩子 一定会有出信心